連環保連縣政府都躲不過病毒入侵 縣府快篩站前床床人籠 全都是在排隊等待裁檢 很想說台東縣疫情有點上升 怕影響到家人就趕快來 我有去交通隊 幾天去交通接加工 確診議員參加靜香團 4月7號到4月10號前往宜蘭靜香 11號還帶著團員跟縣府人員聚餐 除了某位副處長 以及警局的交通隊長先前確診 16號在傳出有疑未被匡列 居隔的處長鷹轉陽 當天同桌吃飯的十一人中 已有七人染疫 縣府啟動分流辦公機制 要將影響降到最低 同樣疫情拉緊報的還有台南 疫情不斷擴大 再次燒進校園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貼出公告 一位學生確診 校方安排大規模全校清修 這名確診者還疑似 曾在密閉教室 和兩百多位學生一起上課 不過目前學校仍維持實體上課 會不會成為下一波疫情的溫床 還需要觀察 蠻天煙火在夜空站放 順利奪目 眼看澎湖花火節 二十五號就要登場 加營來大批遊客 卻在這時出現疫情 澎湖今年首個確診個案 是一名從本島搭機前往的民眾 順利不適就醫採檢後確診 他的CT值是17.9 把他安排收支在 我們三種澎湖分院的 護押隔離病房 各縣市疫調追追追 但似乎趕不上傳染鏈的速度 還有新聞台東台南澎湖綜合報導 聲聲不行 宏觀視野 我是昇宏 想要看體育新聞 就要趕快看華視新聞 趕快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